A01第九章 第一个部分 国字地图消失的战牌 第九章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缺少两个战牌的 一个是缺少三个战牌的 我们先来讲 第一个部分 缺少两个战牌的 好 那我们 你觉得有缺 5号跟8号 那应该先找出几号呢 先找出5号来 一样 我们来先看 先上下看 好 那现在问题上下看 只有一个根据而已 虽然现在不能上下看了 就要怎么样 左右看 因为左右有两个 所以你要眼睛这样扫过来 不是用手画 眼睛这样扫过来 大概在这里 然后再上下 差不多 左右两边 这里跟这里有没有公平呢 有 所以大概就这样可以了 小小的就可以 不用太大 好 接下来剩下一个 好 剩下一个你看你要上下或是左右先 那因为有时候你这个做错了 你这样上下就不准了 所以老师的建议 这时候就要左右 因为这是标准答案 左右你眼睛扫过来 然后再上下扫 大概在这里 看一下 好 就是呢 已经知道答案的 已经知道正确的呢 我们就用正确比较多的呢 做参考 所以老师之前上一页是说 先上下再左右 可是这时候就不行了 好 第二题 好 现场的写完这边呢 就要给老师看了 我们接下来看第二题 好 一样 我们应该先找出2号还是5号 一定要先找靠近中间的 找5号 5号的话 这边一样缺一个 所以先找左右 好 看一下 已经扫过来 可能大概在这里吧 然后你再上下扫 好 大概在这里 所以原则上是那样子 然后你就要自己变通 这是第二题 写完的 现场教学的 就拿来给老师看 好 那第三题 第四题 之后的 这下面总共有4号 所以你大概先写 好 我们缩小一下 网络教学的 写完一行就可以给老师看了 如果之后老师觉得你很厉害 才写多一点 不然先写一行 因为老师发现 这个老师觉得很简单 小朋友可是不觉得那么简单 所以我们慢慢来就好了 网络教学写一行就给老师看 之后很厉害的话 自己再砍考 五分钟 我就可以保证把它写好 那就写两行 然后 这点两个的部分 基本总共有四个四行四列 那四组 那不一定要全部点完了 第一次写的时候 先点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点十个 也是要花很多时间 好 这个第九页的第一个部分 介绍到这里 感谢观看